二姐豐滿演唱會 各界關注第一天串場嘉賓 請來的不是歌壇 大咖天王 而是號角響起 我們接受到江慧的邀請的時候 你沒有想法是什麼 早知道就不要買那麼多票 就受寵若驚了 這個是以後會被寫在台灣史的 所以我們如果 要去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講出來的每一句每一字 都要非常的斟酌謹慎 這是有別以往號角響起的表演 雖然是看起來很歡樂的 但是每一個字都已經是 大家都覺得喔 認同 可以這麼講 所以真的二姐旁邊也會太緊張 不會 而且我對唱Rap的時候 我還要跟他調個眉對不對 而且他我覺得 他很認真的在看我跳舞這樣 他就有一點 喔 唉唷 這種感覺好像跟他講 你有感受到二姐這樣看他了嗎 我都沒有跟二姐對到眼 因為他都在看 可惡 二姐指定我說 他當初對我的印象就是 你很像周杰倫這樣 他說那你就先出來 然後大家以為周杰倫才這樣 但是你知道我老婆看完整個表演 她就說 如果要好玩一點 他可以模仿周杰倫 沒有咧 他就是 他有在模仿周杰倫 蛤 這樣子 充滿萬力 陽光又早起 豐沛自信 勇敢的前途 跟你做時照人家這麼多年 你們有感覺到皮太過嗎 然後皮太一定會有做過的主題 你輪完一圈以後 還是怎樣輪到第二圈 然後吃過的店家 也可能會重複到 但就是說有沒有辦法在童中求一 灌注一些新的東西 很謝謝製作單位 他們每一次 就是想不一樣的主題包裝 可能吃的東西也許永遠 就是麵啊飯啊麵啊飯啊 可是他一個新的一個主題 去包裝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從這個主題去發揮了 比如說銅板美食 這個麵才20塊 這個飯才30塊 很便宜 我們就用這種心態 我們可以演一個小短劇 然後是在講說怎麼省錢的 或者唱什麼歌 或者是很便宜的歌之類的 可是我今天做一個 什麼外景節目好了 我們今天就是 譬如說在高雄錄影 我們在高雄錄影 跟我們去阿根廷錄影 我們的態度一定是一樣的 我都是把這邊好吃好的跟你講 我不會因為說 高雄喔 請猜 這一集猜兩萬塊啊 隨便隨便 不可能 其實我們還是一直在努力的 天生冠軍 我為什麼這麼堅持 要走歌手的調節啊 嗯 對啊 唱片又不好賣 為什麼要一直出唱片 對啊 為什麼要一直出唱片 因為我們想唱歌啊 應該在國中的時候 就是偶像歌手 沒有 那時候國中的時候很迷過不成啊 然後 你那個時候 在看他的音樂錄影帶 DVD 都在學他跳舞 逼著同學跟我一起跳 然後他們站後面那樣 而且你有逼他站在後面 幫陳你嗎 你沒讓我現在一直站後面嗎 對啊 我就是這樣想 他沒有辦法站後面 他一定要站前面 或者是他站中間 當我們大家一起跳的時候 他一定要站中間 為什麼 因為他跳得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他只好是主 不然他是主唱 我又變dancer 這個排舞的時候 他是你們的困擾 也不會困擾啦 我就是盡量配合他 脫油皮 他要配合你耶 你有感受到他 他有在配合你嗎 我自己都自顧不曉 我怎麼感受別人 你沒有辦法兇改他的職格 如果他職出來 你沒有說 總覺得這不是 可以可以改的 是可以改的 對 但是他比較不會接受的 我是絕對不接受的 那是他說的 你絕對不接受 也不是啦 你製作人說 你可以考慮改這樣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他如果說得好的話 我OK啊 但他沒有說好過啊 呵呵呵 要好嘛 他沒有一次好 不過我就不接受 你接受 對我尺度很寬 大聲喊 我的名 國家玩玩的你 我家玩玩的你 我家玩的你 耶 我家玩玩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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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玩的你 你是我們的